哈囉,大家好,我是雨 搬到了新的工作室之後 金玉老師搬來了一台他們家淘汰下來的電視 但是這台電視在HDMI上面有一點小小的問題 就是把它接到我的電腦上面之後 它顯示依然是無訊號 後來我嘗試了非常多種的解決方案 終於找到了問題在哪裡了 那我這次遇到的問題應該是比較老舊的電視 才會有機會遇到啦 那今天我也會跟大家分享幾個 你把HDMI插到電腦上 然後結果卻沒有訊號輸入的可能原因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常見的問題是 你沒有選擇正確的訊號源 也就是輸入源 像右上角這邊 這裡其實有很多個選項 我們要把它調整到HDMI 那這個你可以在遙控器上面找 可能叫訊號源輸入源 或者是電視影音等等 所以第一步你要先把它調成HDMI 那HDMI有的它會分成兩個或三個插槽 你要調對插槽才可以 所以這是第一個很多人沒有用到的東西 所以它就覺得奇怪怎麼插上去之後 是顯示無訊號輸入 那第二個如果你是接到電腦的話 它是會需要設定的 你要按下Windows鍵不放 然後再按P鍵 這樣它旁邊會跑出來四個選項 你可以選擇同步顯示 你要點下去之後呢 它才會進行同步顯示 所以這兩件事情都是必須要做的 那當然以我的情況來說 這兩件事情我都有做 可是畫面就是不出來 後來我測試了一下 我裝上Switch 跟我裝上我的相機 它都是可以直接顯示的 但是我不論用任何一台筆電 它都沒有辦法顯示 所以絕對不是我筆電的這個槽壞了 也不是電視那個槽壞了 都沒有問題 那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問題最後就出在HDCP上面 因為筆電它的HDMI插槽 現在都有支援HDCP 所以如果你的電視不支援的話 它畫面是沒辦法投影上去的 那有一些其他設備它沒有這個限制 它就有辦法直接傳上去 所以為什麼我的Switch 為什麼我的相機它可以直接傳進去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現在比較新的電視它的HDMI 基本上都有支援HDCP 一定是像這種比較老舊的電視 它才有機會是不支援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後來去買了一個HDCP的解碼器 有點類似破解器的東西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東西 那有很多長得很像的 但是它裡面其實是沒有HDCP解碼功能的 所以這個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那它就是一邊是HDMI輸入 然後另外一邊是輸出 那輸出的部分它還可以再另外接一個音源線出去 不過這個HDMI也是有傳輸聲音的功能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把我電腦接到Input這邊 然後Output接到電視應該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我現在就把一條線接在Input 然後電視這一條 把它接到Output 把它接上去 然後再把這個Input接到我的筆電上面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畫面就出來了 就是因為這個HDCP的限制 害我那天弄了老半天 電腦的畫面都傳不到電視 結果這個跨年的影片呢 最後我們就只能在小小的電腦畫面上面看了 好啦 所以這就是我這一次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那我自己有測試過啦 它的聲音呢 也是一樣可以直接從電視出來 而不是從電腦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這樣子用起來 目前是都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這個HDMI它沒有辦法顯示的原因 可能還有其他原因 但是比較常見的 大概就是我前面講的那兩種 那再加上這個比較老舊的電視 可能就有這個HDCP的限制 好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如果你家的電視也是接其他設備是沒問題的 但是接筆電呢 就有問題的話 或許就可以試試看去找這種東西 可能就可以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我是瑜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班的評論 五個字幕製作 tent盡 雖然是因為